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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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,我們看一下1-3習題的第5題 題目跟我說已經知道坐標平面上有兩個點 P點的坐標是5-1 Q點的坐標是-2-3 若R點會在線段PQ上 而且PR的長度比上QR的長度是4-1 那麼R點的坐標是多少 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求出R點的坐標 所以一開始我先假設R點的坐標叫做SY 接下來的話運用題目給的線索 第一個線索是R點會落在線段PQ上 第二個線索是PR的長度比上QR的長度是4-1 藉由第一個線索和第二個線索 我可以畫出以下的圖形 那麼我們也會稱為R點會是PQ的內分點 然後內分比的話是4-1 那已經知道R點會是PQ的內分點 那我就藉由內分點坐標公式去求出R點的坐標 那R點的S坐標是S會等於什麼 內分比兩個相加所以4加1分之4 乘上Q點的S坐標 再加上1乘上P點的S坐標 出來的結果會是5-3 那R點的Y坐標 那R點的Y坐標是Y 會等於一樣是內分比相加 所以4加1分之4乘上Q點的Y坐標 再加上1乘上P點的Y坐標 出來的結果會是5分之11 那麼我就可以知道R點的坐標是5-3 8-4